哈喽,各位同学,大家好 那么在这里呢,谢老师要跟同学介绍呢 在英文的文法当中呢 蛮麻烦的一个章节 也就是所谓的时态的一致与叙述法 什么叫做时态的一致呢 在时态那一章里面 我们提到了在英文呢 按照它动作做了没 或者是呢,短暂的动作 或者是持续性的动作 我们可以分成所谓的简单式 进行式,完成式 还有完成进行式 总共有十二种不同的时态 对了,但是呢 我们在一个句子里面的表达 尤其是像英文这样的句子 我们中文没有 我们中文会加上一个时间的副词 或者加上一些助词来告诉你 动作做了没 譬如说我正在吃饭 这个正在,有没有告诉你 动作正在进行 但是英文呢 其实你不用加时间副词 从动词的表现就可以知道 它这个动作到底做了没 有做没做 或者是做的是短暂的时间 短暂的时间动作 或者是持续性的动作 所以从动词里面就可以看得出 它所做动作的一个状态 这样子的表现呢 在英文里面呢 其实是时态的一大特征 不过所谓的时态的一致是什么呢 来同学来看一下黑板 好,在第一节时态的一致里面呢 老师一开始 诶,很怎么样 跟以前呢 我们你看到谢老师讲课的时候呢 很少一开始就给你例句的 不过呢 这几个例句呢 都非常简单 同学来看一下 来,这个例句里面呢 都有一个that所引导的子句 对了,同学 连接词 我相信你应该很熟 尤其是这个that连接词 你会发现 诶,有that连接词出现 它可以连接两个主词 两个动词 有没有看到 好,老师呢 都把that画起来 同学一边听 一边自己在讲义上做笔记 连接词一出现 出现了两个主词 两个动词 有没有看到 好,既然是两个动词 那么动词一定会牵涉到时态 同学来看一下咯 黑板上的是三个例句 它的主要子句 记得 that所引导的是名词子句 前面没有 不用引导的是主人 对不对 当然咯 你到呢 诶,你到谢老师的家来上 来做客的话 当然你想要上洗手间 你会要我引导 所以要我引导的人 绝对不是主人 我自己是主人 我要上洗手间 我一定自己去 不需要引导 这样了解吗 很简单的道理 对不对 所以呢 没有连接词的叫做主要子句 有连接词要引导的呢 在这里你知道 that子句是属于 从属子句里面的一种 也就是名词子句 你如果对that子句不了解的话 在连接词那个章节里面 我们有同学 也为各位同学详细的介绍 可以参考一下 好 那么呢 that连接词所引导的 叫做名词子句 那么这两个动词 你看看它的时态 主要子句的时态呢 no加了s no加了s 在这里也是加了s 是现在是 现在是 所以来看好 老师这里画了一个图形 我们说时态的一致 讲到时态 一定要看到这条的时间线 所以时间线呢 你赶快拿起笔来做笔记 非常重要 好 我告诉你 my sister knows no 都用现在是来表达 有没有看到 所以my sister 现在人在这里 我告诉你 是现在的状况 我把my sister 画在这里 有没有 为什么画在这里 因为这里是现在是 别忘了哦 时间线呢 右边是正的 左边是负的 跟你以前在学数学 是一样的 左边是负的哦 已经过去了 右边是正的 所以现在是 如果在这里的话 左边是过去是 右边是未来是 好 右边是未来是 主要子句 姐姐 我的姐姐现在在这里哦 我的姐姐知道 知道什么 知道 我爱这个女孩 来看一下 爱 love 也是指现在的事情 love 也是指现在的事情 可是呢 我姐姐知道 现在哦 我姐姐知道 我爱过那个女孩 有没有看到 love 加了d 所以呢 姐姐在现在是的 这个位置呢 她可以知道 看好了 摄图形哦 她可以知道 现在是的事情 她可以知道 现在的事 我知道现在的事 这同学都懂 她也可以知道 过去的事情 她也可以知道 过去的事情 再来第三句 my sister knows that I will fall in love with the girl I will fall in love 我会爱上这个女孩 I will fall